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俊男靓女总是格外吃香,在娱乐圈中这种现状更是层出不穷,演戏的可以没有演技,唱歌的可以没有唱功,但只要你颜值过关就会有粉丝买单。 但也不乏有许多长相平平的实力派演员,如黄渤、张艺、王宝强这些,长得不是特别上进的,却因为演技而受到大众的认可后,红透了半边天的实力派演员。 而相比起黄渤、王宝强这些,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优秀的作品问世的演员,张艺却显得非常低调,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用来形容张艺,你最适合不过了。 十年的跑龙套生涯,到了四十岁才成为影帝,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,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。 不管是士兵突击里的史经,鸡毛飞上天里的陈江河,还是红海行动中的杨锐,都令人印象深刻,从跑龙套到男主角,从无戏可拍到接戏接到手软,张艺的爆红都是对他演技的认可。 小编对张艺印象最深的就是红海行动当中的队长了,最终张艺将一个军人的冷静和果敢演绎得很完美,这部电影在上映后也获得了很高的票房,后来张艺在鸡毛飞上天里面的演技简直炸裂,最终他和洛玉珠的爱情感动了很多人。 火车站他和樱桃饰演的《洛玉珠相遇》的时候,张嘴却发布出生意那一段,真的能把人看哭了。 当年这部剧在播出后呢,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,张艺获得了白玉男奖最佳男主角,拿到了人生第一个世地,而后张艺的作品越来越多,光荣时代,金刚川,追凶折野,亲爱的等等优秀的电视剧。 张艺不再满足于只演绎一个类型的角色,而是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不一样的张艺,张艺把每一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有特色。 而且张艺是传说中的剧抛脸,看到他演的角色会觉得张艺并没有给人留下固定的印象,也正是由于这些角色,就让张艺有了今天的成就,也让张艺被称为行走的演技教科书。 作为一个演员,能够得到这种肯定已经很厉害了,在颜值纸上的娱乐圈,张艺的长相可以说是平淡无奇,甚至还有点丑。 在一次颁检典礼上呢,杨硕曾经公开调侃张艺长的丑,不料张艺轻轻松松的就把话题转移到了台下的郭德纲身上了,不得不说简直太聪明了。 不要看张艺长得黑黑的,傻傻的憨憨的,张艺是个情商非常高的人,能够在娱乐圈里面凭借演技,摸爬滚打到出人头地的人, 肯定是很聪明的。在一次典礼上,主持人问张艺想取的类型,并让张艺选择台下合作过的女演员。 不过张艺却说了一句,她们都是我的宝贝就糊弄过去了,这也引得台下的明星们红堂大笑。 而张艺在生活中呢,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。张艺曾经在节目中爆料家里的小事工偷拿了他的钱,结果他的处理方式惹得现场一阵暴笑,竟然替小偷写了悔过书。 这个结果也是让人所料不及呀。 我又给小事工的这个公司打电话,我说我已经报了警了,警察说马上就来,然后小事工的公司就很害怕,说我们还是私聊吧。 我就把这个整个的写了大概有三四百字,事件的经过,以及悔悟,当时我替他写了一份悔悟书。 我说那签名就你自己签吧。 如今的张艺不仅事业有成,还有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, 当初由于张艺的前女友母亲嫌弃张艺的长相,逼迫两个人分手,饱受情商的张艺化悲痛为力量, 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,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钱玲玲。 两个人很有共同语言,因为张艺的婚礼非常低调,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, 如今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呢。 这个厅官能够站。 今天开始在跟助亚外都 resolved。